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21,092 国际指数收7,579 跌40点或0.5% 恒生科技指数收4,668 跌67点或1.4% 大市全日成交总额2,771 元 互生股市先软后扬三大指数集体反弹 上升中指最低见到3,204 收报3,284 上升67点 升幅2,1% 深重重指最低见到9,966 收报10,327 上升267点 升幅2,7% 互生两市合共重交16,348 元 港股盘面上逆市上升的板块都和政策有关 财政部称将用好专项债券来收购存量商品房 立房股华润自帝1109 中海外688和月秀地产123都升于5% 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表示统筹谋划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项目 重型机械股中联重科1157升近3% 财政部启动国有大行资本补充工作 农行1288和工行1398都升于3% 中行3988和建行939军升约2.4% 地缘冲突持续升级 除了中东地区外 南北韩紧张局势也升温 支撑黄金避险需求 金价逼近2660美元一盎司 带动金抗矿股逆势上扬 山东黄金1787和赵金1818分别上升3.9%和2.9% 不过油价不升反跌 主要由于石油输出国阻击 OPEC连续第三个月下调 金明两年石油需求中成长预期 2024年存球石油消费量预估 每日将增加190万桶 比先前预估的每日增加203万桶 下修2%少了约每日10.6万桶 2025年存球石油需求成长预测 自前次的每日174万桶 下调自每日164万桶 少了约每日10万桶 美股方面市场憧憬 企业基优 美股周一继续造好 道指和标指同创历史新高 道指收市升201.报43065 标指涨0.77% 报5859 纳指升0.87% 报18502 焦点股方面 英伟达股价创收市新高 升2.4% 每场在习从上4.1厘水平 报4.105厘 美股指数升穿103水平 报103.21 今天介绍的股票是中烟香港 股票代号6055 中烟香港主要从事 烟业类产品出口及进口 卷烟出口 以及新型烟草制品出口业务 集团坚持外延与内生双轮驱动策略 在巩固先有业务优势的同时 推进创新业务发展 今年上半年业绩同比取得较大幅度增长 其内实现收入87.041港元 较2023年同期增长12% 主要受烟业类产品进口业务 转烟出口业务及烟业类产品出口业务增长所驱动 股东应占利润为6.43亿港元 同比大幅中转40亿 烟业类产品进口业务方面 集团深化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 提升与附属公司卸同水平 加强对原烟市场的参与力度 主动应对极端天气和国际航运市场波动 对供应链造成的不利影响 持续提升进口烟业保障能力 烟业类产品出口业务方面 集团采取有效举措 对应对稀销货源紧俏形式 主机客户与供应商开展供应对接 提升对客户的需求满足度和差异化服务水平 并主动把握国际市场烟业供求变化 趋势优化定价策略 有效提升营业收入和毛利率水平 转烟出口业务方面 集团聚焦品类培育优化品归组合 深挖现有渠道的拖展空间 推进转烟和学咖 烟新品销售提升业务盈利水平 新型烟草制品出口业务方面 集团充分发挥 平台资源优势 优化产品结构和重点市场经营模式 拓宽目标市场渠道提高自营业务比重 扩大经营收益 同时完善自由品牌 全球商标布局和管理 优化业务运营策略 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巴西经营业务方面集团扩大原烟收购区域 增强巴西市场原烟资源调配能力 并拓展销售区域 构建更广泛的客户群体 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持续提升CBT的ESG水平 首次实现向跨国烟草公司供货 建议买入价18.8元 目标20.8元 只损位是7.6元 个人没有只有上述股票 接下来是研究不得每日外国实况 内地A股方面 上证指数高开23点后受压 一度跌13点或0.43% 低见3203点 大市在3200点关口有支持 只跌回升 最多升76点或2.39% 高见3294点 全日收拾报3284点 升66点或2.07% 成交7014.99亿元 深成值早段层跌穿1万点大关 最多跌93点或0.93% 低见9966点 随后有买盘吸纳 大市回升 最多升300点或2.99% 高见10361点 全日收拾报10327点 升266点或2.65% 成交9334.86亿元 互升300指数报3961点 升74点或1.91% 创业版指数报2155点 升54点或2.6% 亚太方面 日本今日假期 金融市场休市 南韩股市升1%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 收报2623点 升26点或1.02% 美股方面 美式收市 倒指升201点或0.47% 报43065点 标指涨0.77% 报5859点 纳指扬升0.87% 报18502点 反映中国概念股表现的金融指数 滑落2.09% 欧股全线上扬 英、法级德股分别涨0.47% 0.32% 及0.69% 美元方面 美汇指数一度高见103.36% 18月中以来最高位 升0.46% 石油方面 纽约期油收市 错1.73美元或2.29% 美桶报73.83美元 伦敦布兰特期 油收市跌1.58美元或2% 美桶报77.46美元 黄金方面 纽约12月期经 收市跌10.7美元 报每盎司2665.6美元 至于现货金跌至每盎司2648美元水平 谢谢收看今天的开市起跑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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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